大家好 我是Gate强 眼看双11就要到了 不知道各位的购物车里都塞了什么好东西呢 而据上一期产品资讯也有一段时间了 市面上又是爆出了不少新产品 那么本期我们就来看看 有哪些新品是我们买不起 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显卡这边 Emily最近声称自家的RADIO RX 6700 要比RTX3060Ti每瓦FPS提升33% RX6700 这最近又是因为受英特尔的影响嘛 怎么老黄和苏妈都把自家的老型号拿出来就过炒冷饭啊 还都是跟以前的RTX3060B 可能有观众没有听过RX6700这张卡 RX6700大概是4个月前发布的新卡 这取数据如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唉 有这个闲心 不如多了一点RX7000系的消息实在 而且它这个对比方式也很有意思 它说的是每瓦FPS提升33%呢 但总的看下来其实性能差不多 只是RX6700更省电 所以就有了这33% 不过就以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看 RX7000确实要比RTX3060Ti便宜 虽然老黄那边说了 新版的3060Ti会有性能提升 但估计卖的也会更贵 那说完了老卡再来聊聊新卡 AMD官宣旗下RX7000系列显卡 并不会使用16pin的供电接口 因为前些日子就有人爆出RTX4090 供电线烧毁的情况 包括首发的时候官方也说过 这根线的使用寿命很低 大概也就30次左右 技术确实有待优化 AMD自表示 自己的RX7000系列显卡依旧会采用双8pin接口 旗舰款非公卡可能会用上3.8pin接口 反正以后的功耗肯定是越来越大 就看到时候各大厂商如何应对了 总不能一直堆8pin接口吧 刚好是CPU Intel公布了首批13代酷尔移动端的H系列 包括了i9-13900HK i7-13700H i7-13620H 和i5-134220H 目前已知的是 这些U都将采用大小核混合架构设计 其中i9-13900HK与i7-13700H 都为6个大核加8个小核 20线程设计 后续还会有更加高端的HX系列 预计将于明年5月公布 主板方面 滑紧顶级的Z790得以曝光 叫做Z790PG Sonic 是与世家合作的索尼克主题限量主板 公体采用了白蓝配色 还有经典的索尼克刺猬头 本体是基于Z790PG Reptide的打造 提供4条DDR5内存插槽和5个M2插槽 加8个SATA3接口 并且配有蓝牙和WiFi模块 具体扩展配置如下 情绒索尼克这款是该系列的定制限量款 发布时间和价格未知 只能希望能够便宜一点 我还是很吃这个白蓝配色加索尼克涂装的 可惜作为限量款价格应该不会低 只能保保眼福了 再来看看内存 芝奇之前公布目前已知出厂频率最高的DDR5 专为13代酷尼克优化过的幻光级系列DDR5内存 共有7400MHz 7600MHz 7800MHz 3款 具体的参数规格如下 此外之旗还预告了一个8000MHz的内存 实际为CL38-4848-125 网穿报价5K起步 简直就是离谱 不知道玩家们的钱包有没有准备好 硬盘方面 长江存储发布了新一代的PCIe 4.0M2固态硬盘 名为智态Type Plus 7100固态硬盘 共有512GB 1TB和2TB三个版本 读取速度最高为7000MHz 写入速度 512GB版本为3600MHz 其余两款则为6000MHz 目前某东上 512GB和1TB的版本均已开启了预售 价格分别为369和649 性价比算是相当高了 然后是散热器方面 新品同样也是大家货 华硕ROG第三代龙王系列水冷商家 一共有以下四个版本 这次采用了第八代S-TEC ARO一体式水冷方案 风扇转速在2200RPM左右 支持M5以及13代酷睿 冷头上ROG的logo也变成了点阵式设计 可以自定义图案 具体价格如下 显而记这边 U-Pi旗下的Elite XG341C2K 已经上市海外市场 价格高达2309五元 好家伙 这次U-Pi使用的是34英寸21B9的V1屏 3440×1440的分辨率 基于了mini-Lite设计 亮度为720尼特 最高1400尼特 3000比1的对比度 99%的sRGB色域 并且提供了200MHz的高刷新率 具体的扩展方面也如下 其中给了两个HDMO 2.1接口 显示器支架支持水平旋转 仰角浮角以及高低调节 顶级玩家可以关注一波 像我这种我们看看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块国产的mini-Lite显示器 KTC-M27T20S 采用的是HV1屏 配置为227英寸 2K分辨率 165Hz刷新率 支持HDR1000 最高亮度为1000尼特 4000比1的静态对比度 3ms的响应时间 色域同样也是99%的sRGB 扩展上提供了HDMO 2.0接口两个 DP1.4接口一个 全功能USB-C接口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USB3.0 原价2599 现在首发打折1990 作为mini-Lite显示器 还有2K和165的刷新率 这个价格还是有点上的 说完了显示器 再来聊聊机箱 乔斯伯前两天发布了 D31松果系列机箱 共有黑白两个颜色可选 分为了前面封闭设计的标准版 和前头漆网设计的Match版 两款都还有个副品款 就如图所示 机箱前面板有一块1280x800的显示器 8英寸大 支持HDMI接口 机箱的内部扩展方面 支持MATX、DTX、ITX版型 机箱具体的长宽高如下 好玩的是 它这个副品其实是可以卸下来的 买的时候会赠送一个前面板作为替换 可以把屏幕拿下来作为副品 前面板拼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纯白或者纯黑的机箱 而且售价也还可以 标准版229 带屏透期款是599 也35美价廉的东西了 喜欢的玩家双11可以蹲一手 整机方面 搭载了AMD R9 5900HX4和R9 6900HX4的 迷你整机UM590、UM690算是正式公布了 其具体的参数如下图 现在UM690已经上架了狗东 价格为3099 但是目前还没货 预计很快就会上市 UM690也是世界上第一款 带有USB4.0接口的mini PC 整体采用了黑色工业风格 瓦兰指示的外壳 简约的后置扩展加low空散热孔 并且支持壁挂防止 话说之前还上架了一款UM580 搭载的是RAZEN 5000H 如果觉得上面两款配置有些溢出的话 也可以看看老款 目前售价是2799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资讯的全部内容了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的呢 反正我的购物车又要塞点东西了 唉 让本周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啊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